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这一份爆料还曝光了很多细节 并且透露 这位85后女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牵线搭桥 并没有安排后续的事宜和说明服务的内容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 却又闭口不谈 显得颇有规矩 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而这一位85后女星的特征有两个 第一个特征是唱歌舞婴不全 第二个特征是脚冲 结合这两个特征 很多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女星杨幂 因此与本没有指名道姓 可能是工学来奔 子虚乌有的爆料 一下子就将矛头指向了 人见人爱的杨幂 吓坏了不少粉丝 毫无疑问 这一份爆料的目的就是在暗制杨幂 想要将杨幂拉下神坛 并且打卡发文之后 已经超过了300多万的阅读 影响相当的广泛 让人不由的为杨幂感到担心和心痛 毫无疑问 这个所谓的大瓜一开始就是谣言 原因有以下3.1 关于某某凡代罪立功的传闻 并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确认 只属于小道消息 无法确认为真 所以如果不存在吴某凡的指控 就不会有后来的85后女星组织交易等等事情 第二最初发生这个爆料的大咖 已经删除了相关动态 无法查处到底是谁第一个出来造谣 而且大咖最初的发文 也并没有指名道姓说出杨幂的名字 这都是后来有人联想的 所以很难追查启发其人的责任 第三粉丝们相信杨幂的为人 不可能会做出网传的这一种事情 综上所述 网传的这一件事不可能信以为真 而且杨幂工作室也早已经出来辟谣 发出过严正声明 否认了网上的一切指控等等 由此可见 杨幂的这个大瓜恐怕真的是假的 希望谣言止于智者 好像杨幂这样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演技精湛 充满正能量的一线顶流女演员 怎么可能会做出那一类事情呢 杨幂就算凭借自己演戏的收入 都早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加上他还懂得投资理财 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根本不需要再使用哪些旁门左道 也能够活得浑身浑色 活得丰富多彩 不得不说 杨幂这一段时间的确过的是不太平 不仅被传出广告被下架处理 等等假消息 其他绯闻也是理经不止 对于杨幂的造谣 简直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让人防不胜防 所幸的是 杨幂拥有一个不错的公关团队 杨幂自己也深圳不怕影子邪 总是能够将事情平息下去 杨幂从出道到现在 都是在粉丝们的见证下成长起来的 他一步一个脚印 为人谦虚情商也高 又时的杨幂凭借容貌 迅速的在街坊邻居 再传开了口碑 水汪汪的大眼睛 灵动的睫毛 还有不可挑剔的骨相 都让人们娇丑称赞 但是这位北京姑娘可没珍惜 自己先天性的优势 撒波打滚样样精通 可男生们趁兄道弟 琴琴说话样样不通 反倒是各种体育项目 耍得有模有样 远远没有一个女孩子该有的模样 硬生生的将自己活成了一个假小子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 对这个好看的小妮子被加疼爱 尽管家庭环境普通 但是还是尽全力要将她培养成才 从小到大抱了各种兴趣班 书法钢琴 舞蹈 包括音乐等多种陶冶琴操的东西 却都被杨幂一一搞砸 活泼好动的她 阴差阳错 被送进了儿童电影制片上的 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 从而发觉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与以往的反抗不同 年仅四岁的杨幂第一次进到培训班 就展现出强烈的好奇 从小美言辟字的她 自然也适合演戏这条道路 不久 她就打响了自己演员生涯的第一枪 彼时 陈佳林导演正在为自己的新电影 唐明皇筹备 来培训班探班 一眼就相中了机灵活泼的杨幂 从此出演了电影中的嫌疑公主 尽管这部剧掌握多不想象 也让杨幂认识到了自己的天赋所在 但是她依旧不温不火 直到那个人的出现 第二年香港知名导演周星之中 杨幂出演其中男主角的女儿 这也为杨幂积攒了一定的观众员 凭借武装员苏起儿的东风 杨幂被很多观众所喜爱 与杨幂合作的演员大都是臣民已久 这不仅对磨练演技的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杨幂今后事业的发展 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幂的童年过得是顺风顺水波 少贵人都给予了她帮助 1996年与六小林童合作的猴娃 为该剧制片人李小婉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当中赞扬 杨幂未来是当演员的好苗子 年纪轻轻的杨幂 就已经在演艺圈闯出了一番名堂 尽管演员之路 杨幂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但是在该上的课还是一点都不能耽误 小学时代 她就是成为了班中出了名的大姐头 常常喜欢打抱不平 为班里的同学出头 杨幂后来被前往黑 但还是很多以女强人的姿态站了起来 与她从前的经历有很大的关联 求学生活中的杨幂与别人并无二致 之前的参演经历都只是出演剧中的配角 因此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在同学眼里 她只是一个演过戏的小女孩 并没有那样的了不起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杨幂的容貌出落得更加水灵 年仅15岁的她在同学的见义下 她哭起勇气 像当时著名的时尚杂志周刊瑞丽 淘地了自己的照片 却没想到得到的是主编的呵斥 原来是因为杨幂的下颗角太过于宽大 显得脸邦 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审美 主编担忧会为杂志社带来不好的影响 好在为了不打击一个小姑娘的自信心 还是将这组照片发到了杂志上 没想到竟然反响出奇的好 也算是杨幂时尚生涯的第一炮 为杨幂带来了丰富的人脉 拓展了交际圈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杨幂就混得分身水济 其后她很快从时尚圈拖出 跳槽到了一家叫做荣幸达的公司 这就是当时极其看 中她的理想管制片人所在的公司 杨幂的星途并没有想象中一分分身 被鄙视被炒作 被传绯闻 被不尊重不理解 甚至遭受辱骂和殴打 但是杨幂都一一刻薄了下来 并且要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次年 杨幂就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剧本 不再是跑龙套的角色 这就是粉红年代的李小棠 参演者不论是童大为还是孙力 在之后事业都蒸蒸日上 可是对于年仅17岁的杨幂而言 还是看不到什么未来 但是杨幂依旧非常惊喜 自己能够进世 踏入娱乐圈 终于她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出演精英武侠剧 神雕侠里当中的小歌香 这个灵动灵气的姑娘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刘亦菲的光环太盛 以至于让当时的杨幂黯然失色 但是当时那个歌香依旧深入人心 这不仅是她演绎史上的第一部武侠作 也是杨幂尝试转型的重要一部 杨幂一直以来都是佛系心态 可是当剧组摸爬跟打数年后 她发现只要自己变得独立强大 别人也能够才看得起自己 才能够对她有足够的尊重 她暗自下决心要闯出一番天地来 狠狠打那些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的脸 她开始转变想法 向大导演们讨教演戏的记忆 认真研读剧本 忙的时候甚至连一口饭都吃不上 一晚上都睡不成觉 同时还不能放弃学业 2005年杨幂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学习之余还要忙着拍戏 杨幂的学习生涯不只是拴森的 在别人要为自己学业 以及未来生活发愁的时候 她就已经接系街道手软 但是这样的生活对于她来说 反而是一种负担 一个尚且在花季少女的年纪 却要因为看不见的理想而奔波奋斗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受不了 是对于杨幂更是一种享受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